來到第一個地方 是做醬油的 而且是手工醬油 你可以看到這個缸 我想我們拍了很多次的醬油 不外乎他們就用這個缸 來製作醬油 但是突然我發現一個天大的秘密 為什麼呢 你往這邊走 居然這個場 他認識 對 是不是 真的很巧 就這麼巧你怎麼認識 以前我跟這個露露姐 她叫露露姐 對 她是露露姐 以前大概十年前 因為朋友的介紹認識的 我們認識一座是比較普通平民百姓 像這樣是高層的律師 什麼 才是認識 對 這種軍品酒店行政總組 再加上貴公子的身分 對不對 麻煩 那個福利哥請帶露子 來 我們這邊走 好 對 這裡 這裡 怎麼那麼好 怎麼那麼好 不是 你剛剛說你是不是 露露姐 我露姐 請問你是露露姐嗎 我不是 我是露露姐的弟弟 我要怎麼稱呼你 阿中 阿中是不是 這是幹嘛 這個就是我們釀造 目前的發酵容器 出口嗎 沒有 它是那個玻璃纖維 跟下面又不一樣 對 對 你這個是 以前的剛剛 換成這個 是 因為我們腳 遇到下雨天 我們不能讓它淋雨 對 那你防雨 你幹嘛旁邊用這個 防蟲 從進去嗎 因為我們腳 打開的話 這個味道其實是很香的 它有 綜合性的香氣 有水果的香氣 也有發酵的那個 水果 是 你裡面有水果 它等一下打開就知道了 是 這個跟 喔 好香喔 喔 把它放好 喔 這個就是一般我們去看那個 鋼的那個 有沒有 降格的時候也會是這個樣子 是 看來沒有一般鋼 你會看到一層厚厚的鹽巴 白白的 這不是也 沒有 這個是 它微生物 就是它是酵母菌在上面 那鹽呢 鹽 我們是用那個 融解過的鹽水 你說的是用鹽水 對 所以上面這一層白白的是 是 它的酵 活性酵母 酵母菌 就酵母菌的繁殖 對 酵母 很香耶 耐原性的酵母 可是它是 因為我們上層有接觸到空氣嘛 所以它是耗氧的 它可能也會有酒精的發酵 可是有 待會兒給酵母翻上來 味道 又會和這個不一樣 不一樣喔 所以我們來翻看看 好 我用工具 小椒很神奇 對啊 而且你有去醬子想看 我沒有真的傳統的老醬 真的假的 對 等一下 可以讓我來嗎 OK 你想要享受那個快感對不對 這個要從中間 對 中間嗎 對 比較不會死 這個切蛋糕第一刀是一樣 就輕輕的等一下下去 對 來喔 慢慢下去啊 喔 要用核心 喔 要用核心啊 那也沒辦法 我來 對啊 用核心 是 我別人沒有好不好 核心很加 我核心也沒有 就像下去 是 你看那個 舒服 真的很像切蛋糕 舒服 這個畫面真的 欸 不要知道 怎麼沒什麼水分 它上面是那個固態層 然後我們下面 對 然後慢慢的 慢慢的 對 喔 有沒有它下面的那個 就看得到豆子 喔 所以這個味道都不一樣嗎 對 它會有醬香味 有 會有比較鹹的味道 因為我們水果 其實是比較偏甜嘛 這個其實 這邊應該算是 不完全是室內嘛對不對 是 它也算是室外嘛 沒錯 那既然是室外的沒關係 我把烤肉拿下來 都皮膜啦 喔 而且你的那個 那個 你的那個醬香味 一聞明顯 就不是用西鹹西鹹那種 放進去是多久會變成 現在你看到這個樣子 因為這個就8月1號 然後它大概 兩個禮拜之後 會長稍微有一點 然後這個一個月 因為我們其實 這個階段 我們每個禮拜都有去做翻動 每個禮拜 每週 所以這個是上個禮拜有翻的 又變成 有 對 哇 等一下休息 那請問一下 它現在休息是對的嗎 我會把它完成 沒關係 我繼續我先休息 就是全部要變成這種狀態 均勻 就往下推就好了 是 它這樣推是對的嗎 OK啊 這個其實很棒 對 它這樣弄得很棒 是 是不是 要吃就要動 屏東竹田 因為日照牆 水質家 鼎盛時期 可是聚集了素食家醬油廠 阿中師臣父親的釀造專業 家族在當地生根純釀醬油 已經將近50年 近年更與時俱進 導入科學化管理 讓古法經驗 變成有依據的數字 等等 福利你這個動作 有點令人髮指喔 不是啊 我現在在這邊忙 你拿湯匙在那邊吃 他說可以吃喔 我們要吃看看 我怎麼會找了一個 浩英勿勞 一直在 來來來 吃豆子是不是 是 我應該先吃喔 因為做的人要先試看看 或 那太多了 要太多 為什麼讓你吃飽一點 這樣應該可以啦 像我們 我們平常在操作 也要去品嘗說 它的味道是正確的 對就是 你用什麼標準去說 這個可以 就是 腦袋裡的那個素質跟味道 是嗎 我們感官平平是很主觀的 然後每個人的感受 當然會不一樣 所以 等一下等一下 你現在吃下去 你一點點覺得鹹什麼都沒有 很鹹啊 那你怎麼沒有表情 它很鹹 因為這個階段 它還沒有完全熟成 對 它很鹹 好像沒表情 很鹹嗎 等一下回看了 對 它會後面會有那個 風味出來 法國人說有點像起司 乳酪 真的一開始是很鹹的 是 因為它鹽度有到十七度 有一點 味噌有點豆腐的鹹 對 有味噌 就是比較偏味噌 味噌豆腐那一種 就想吃西白 這你喜歡吃的啊 我愛吃啊 對 所以後面還是做調味 對 就是用糖 糖下去調整 這個鹹度很棒 對 所以這一桶跟那一桶又不一樣 對 這個是快接近熟成的 我覺得 完全不一樣 味道比較沉一點啦 對 就是幫你個忙嗎 你 不是 燈要過來 燈要過來 對 然後你再幫我拍燈照那邊 嗯 這邊好像是比較土黃色一點 對 它顏色會比較 比較黃一點 可是我們要看標準色 要挖裡面 對 要挖是不是 對 那是不是那一根 好 可以這樣通用 可以可以 因為它菌是相同 對 它比較厚實的味道 那個剛剛還有一些水水的 它現在已經都已經糊狀了 是 應該是不是豆都已經發酵分解了 對 它其實我們用手捏那個豆子 它其實已經軟爛了 對 這很像那個民眾的感覺 是 也沒有那麼吸液體 比較濃一點 濃縮的感覺 那我 叫一下 是 那個客家有沒有那個島主 豆醬是 是不是跟著講 一樣 可是客家豆醬大部分是用黃豆 對 可是 豆客家豆醬是用黃豆 然後這個時候就把它倒進去 然後客家豆醬它的發酵程度 大概三個月內 因為 要看到黃豆顆粒感 我懂 不能弄太久 我懂 我懂 就跟客家的鹹菜是 是 芥菜對不對 當然只是芥菜 對 然後發酵時間比較短 那醃漬時間比較短 就是酸菜 然後酸菜時間再久一點就是福菜 福菜再久一點就是美甘菜 對不對 那所以如果說 那個應該就是酸菜 這應該就是福菜 就是發酵時間 做到好的就是美甘菜 是 然後發酵時間越久 它的甘醇味也會越濃 像這個會有一點 類似那種 烤咖啡豆堅果的香氣 是嗎 對 這個沒有說一進去 剛剛那個一進去 就上來了 對 這個進去的時候有時候會緩一下 油的上來了 對 這是有 醬就已經鹹了 有 有 你看到有 對 很不錯 每次看到食物轉化過程 就覺得很有趣 由始可知 台灣原豆所那樣的醬油 真的是滴滴皆辛苦 這鹹香味太可貴了 好 我對晚餐有想法了 來 回民宿開煮囉 我們今天在漁港裡面拿回來魚 那我們先簡單的 把它做成一夜乾 好不好 這邊是 4000CC的水 那1000CC是對50公克的鹽巴 所以這邊大概就是 200公克 這邊是比較有水 大概加一半 這樣差不多 這樣用到玫瑰鹽還是燒米 一般的鹽就可以了 對 把它 把它裡面 鹽讓它融掉 這個是 我在疫情期間 在家裡面我常常會做的 因為我們會從這個市場 有的時候會幫人家 送那個魚過來 那因為魚來說 有時候你會比較不好儲存 那你不如就把它 先把它簡單的醃製起來 那做法很簡單 它不太像 當然你說跟日本料理的做法 有點雷同 但不完全一模一樣 因為這個是比較簡單的方式 有沒有 它魚都切開了 你就直接把它放起來 放進來就可以了 讓它均勻地泡到水就可以了 我們這幾天 就靠這幾隻了 省著吃 這個現在這樣泡 一個鐘到一個半鐘頭 剩2鐘 你要看魚的厚薄 好 那好了之後把它拿起來 因為它繼續泡會很鹹 你把它拿起來之後擦乾 然後放在冷藏 一個晚上 或者是你把它擦 就是大概甩乾之後把它 弄在一個網子上面 讓它曬 在太陽下面大概3個鐘頭就可以了 在這個過程當中 我們現在來做另外一個 這個是我們剛剛 從阿宗哥哥那邊 阿宗弟弟那邊 拿出來的豆醬 那現在看起來已經有一點苦了 有點像比較稀的味噌狀 那它因為它有點甘甜 沒有到我們要求的 那麼的熟成 但我覺得這個是最剛好的狀態 接下來就是要補它的香氣 我們在這邊把它鋪平 鋪好之後這邊又有噴槍 因為豆製品的話 由於是味噌或幹嘛 你把它噴的時候 香氣有比較足 你看它把它炙燒過一次 這樣會比較香 因為有味道 它的豆香味比較容易出來 為什麼聞到有點那種 烤透抽的焦香味 烤透抽 是聞出幻覺的 對 那個焦香味好香 有沒有 它現在明顯你可以聞到香氣出來 那噴得完之後 因為我不希望它在噴的時候 有太多的水分 那現在噴完之後 你就可以稍微把它壓一下 現在這個是 三個月的 醬油的豆 所以你看壓一壓 現在都已經扁了 有沒有 剛剛是皮的部分 那現在再把它攤開來了 日本有一個鍋 它是 味噌生蠔鍋 也有點像這樣 它會把它整個這樣下去 烤 烤到它有點硬的時候 吃生蠔的時候 再陸續把它剝進來 但我們今天是把它的香氣做出來 那狐狸的醬料是 我的醬料 一樣我是用這個 醬油這個 然後我現在要 烤個馬鈴薯 然後 我們剛剛有拿到鴨胸 他們有給我們一些鴨胸 我想說用這個鴨胸 我是要醃一下之後 大概去煎 煎到皮脆脆的 然後在這同時 我用這個 黑豆醬 然後去用奶油和鮮奶油 做一個醬汁來搭配 我的鴨胸 因為它味道 我覺得有點像味噌的風味 我覺得跟鴨肉也滿配的 把味噌放進來 趁著它的甜味 好 我來煎鴨胸 用冷鍋就下去煎 如果鴨胸 煎鴨胸直接用熱鍋下去煎的話 它那個皮一下都焦掉 然後它的油脂不會釋放出來 那個油脂開始慢慢釋放出來 好 不要用小火把這個油逼出來 這鴨胸的皮才會夠酥脆 鴨胸底下都厚厚的一層油 一定要把它逼出來 不然沒有弄好的話 就覺得太油太膩了 你看那個鴨胸的油都逼出來了 這個留著 留著等一下淋在烤馬鈴薯上面 皮我就煎成這樣 這個顏色 讓它用這個 稍微比較小一點的火 讓它熟成 你直接就是把這個 當作火鍋一樣 對 我把它做成湯底 好 然後我現在開始要再烹調了 好 那我也要做醬汁 我是把這個黑豆醬 直接放在鍋子裡 然後加鮮奶油 這是它的鴨油 你可以用是不是 我用一點點 然後把蒜跟薑放進來 豆醬放一點進來 豆醬煸香之後加水稀釋 加上黑豆漿 鍋底調好胃厚 倒入鍋中燉煮就大功告成了 菩利的醬料加上芭果 微煮收汁 最後再加上芭果醋煮就搞定 一早從北到南 終於可以好好開吃了 好 有點像韓國的大醬湯 好 剛才比較細心要抓一下 沒有 你有沒有煮三十分鐘 沒有啦 很入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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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厲害 我們這鍋鍋底就 當時我們就打包 然後從頭到尾就吃這一鍋 吃六天就好了 那我問你 你問 如果我們家裡沒有那個豆米 所以你怎麼味噌 味噌 味噌 味噌或客家豆醬 但我必須說 因為我們今天的那個 豆米是黑豆 對 所以黑豆的味道會比較濃重 對 所以你在煮的時候 因為那個香氣就比較好 對啊 現在疫情其實在用公塊 好 知道 我一次來啦好不好 很好吃耶 個人很喜歡它 其實這也不用沾什麼 什麼沙茶醬啊 真的 醬油 蒜頭 香菜 湯匙就夠味道了 味道就夠了 我做的鴨胸 這給你 你放旁邊就好了 然後 拜託我幫我配一個這個馬鈴薯 你是要這樣配 因為我用那個煎鴨胸的鴨油 把它淋在上面 這個醬 這樣可以嗎 你知道 我曾經看過一個漫畫 這裡面在講 有一個法國的米其林廚師 它對牛排特別好吃 大家都覺得很好奇 為什麼它的牛排煎得特別好吃 原因就是 它每次在煎牛排的時候 它會偷偷放一點點醬油 所以醬油 本來就跟肉類非常搭 就是在西式的裡面 跟鮮奶油 所以醬油組合在一起的時候 你很會弄鴨胸 好吃嗎 真的很嫩 很嫩喔 對啊 然後你一點 如果我沒有特別講 你只會覺得 那個醬很... 很... 尾韻很足 沒有 各位講 你不會認為說裡面是有類似 像醬油豆漿在裡面 對啊 對 對 我就把它當作味噌醬在做 一樣 一樣的東西 對 邏輯是一樣的 這是我們今天晚餐的第一餐 不是只有我們兩個 我們大概一群人就會吃 好不好 接下來六天五夜 是比較乾淨的日子 什麼 聽說颱風快來 接下來我們吃泡麵 我們這樣吃 不會吧 不會吃泡麵 我們還有帶別的東西 跟姆斯哥出來怎麼可以 只有吃泡麵 帶什麼還是少泡麵 肚子餓了嗎 記得按一下訂閱 開啟小鈴鐺 持續鎖定 再我們吃的速度會到你 齁齁齁 吃飯囉